Hello大家好我是俊宇老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俊宇老师要来开箱 大家最喜欢看的开箱品牌 就是爱马仕啦 老婆你在干嘛 我在带我们家的首饰 俊宇老师的官网有很多好物 大家看看这个是新推出的 Anchor Chain Bracelet 然后这是之前所推出的 Miami Cupid 还有这个是师藏所设计的 Star Pendant 都可以在俊宇老师的官网上面购买哦 Back to the video 袋子好大 长条鞋 为什么是长条鞋的 哇 它很乖的躺在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呢 这个有负语衣 这是俊宇老师今年的 两个包的其中一个包的扣打 就用完用在这个包上面 那在美国呢 是一年可以拿两个爱马仕的包包 来 我们来看一下哈 准备好了吗 尖叫声 老师呢终于集游到了BKC的 每一个都是黑色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它非常特别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口环是 Rose Gold 那Rose Gold呢 是跟金的还有银的比起来 比较特别然后有比较稀有的颜色 打开来看看 然后再把它跟我其他那三个来比较一下 实在是 太美了 那我这个尺寸呢是30的 然后Togo皮 就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尺寸 那我自己觉得建议如果一开始要买的朋友 有可以买这个大小的裹金 因为我觉得是最耐装的 黑色 不知道为什么黑色就是拿起来就特别美 然后我觉得这个Rose Gold呢 也非常的显 那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哈 这是我之前的那个银色的E10 就是它这个Buckel是银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大小其实都是一样 然后这是两个不同的颜色 OMG 我真的想尖叫 实在是Rose Gold的实在是太美了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 它是Burking 30然后Togo皮Rose Gold OK 体重是920克 16公分 24公分 没错 30公分 定价是10900块 然后税后是11630块 那税是8.5% 我的配货的过程 那这是我今年拿到的第一个包包 那去年呢非常可惜的是 因为我去年太忙 因为年底的时候呢 那时候刚好生小孩啊 然后还小孩子早餐这些问题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买包 或者是配货这些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没有拿到包包 那今年呢 我就跟我的Sales讲说 我可不可以拿一个黑色的薄金 或者是金的 因为我蛮喜欢这两个颜色 那我一开始呢 是一直在找Constant 它给我的颜色我都不是很喜欢 就没有要等等等等 结果这个黑色的 配Rose Gold的Burking 30就出现了 那当然是要赶快把它拿下 因为黑色就像我之前讲的 是金刚色黑配金 最经典的颜色 那它的Bucco呢 配什么颜色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 而且都是蛮多人会想要的颜色 去年呢其实都没有拿到包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呢 可能有点算是去年加今年的配货啦 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配到 跟它1比1 我觉得大概1比0点 0.7 0.6 0.7左右而已 差不多 老样子就跟大家讲的 配衣服啊 视频啊 还有包包以外的东西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会拿到 你想要的包 给大家一个中顾 就是你千万不要为了买 薄金包而买 因为真的慢慢的等 真的就会等到你想要的包 就像你看我挤油了这三个颜色 三个款式 就慢慢的也就挤到了 摆在一起就是很令人赏心悦目 让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金口 这个是银口 然后这个是Rosego 刚刚好 如果你想要入手一支 人生就只要一支的话 我觉得黑色是非常非常好选择 因为我其实悲来悲去 我都觉得黑色呢 是最好搭 然后最好配的 为什么这黑色会是金刚色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OK 今天我开箱的黑色Rosego的 Burking30就到此结束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记得要订阅君云老师的频道哦 这是给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就下次见吧 拜拜 我是直接接着拍吗 人品爆发 拿到这款包真的是 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后面 你会发生的 什么事 然后又再发生了 因为我们的吃点 怎么了 这 bacon 成功嫌疑你 我 你就是